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5比19 25比13 25比21快速获胜 阿根廷遭遇两连败 三 塞尔维亚险胜保加利亚 未免冠军塞尔维亚本场比赛显向还生 面对冲击力十足的保加利亚一度被逼入绝境 和对手大战五局很是惊险 好在最后两局他们稳住了 没有被爆了 比分为25比21 22比25 25比27 25比21 15比9 个人得分方面 顾莎26分 32扣20中 四栏二发 吴时科维奇22分 49扣22中 洛索16分 29扣15中 一发 斯特万诺维奇8分 13扣7中 一栏 米哈伊诺维奇7分 10扣6中 一栏 别利查7分 12扣7中 保加利亚女排 五人得分上双 打出了多点开花的比赛 他们虽败有容 乔舍瓦18分 40扣17中 一发 阿坦纳西叶维奇17分 48扣15中 二栏 托多罗瓦13分 11扣6中 四栏三发 塔斯科瓦12分 28扣10中 二发 恩基米特洛瓦10分 12扣8中 二栏 技术对比 塞尔维亚仅仅在扣球上 好于保加利亚 扣球85比63 栏网8比10 发球5比7 自失23比14 四 意大利玩圣郭多里格 本场比赛 意大利女排进前主力 面对弱旅丝毫不懈怠 虽然3比0 28比26 25比21 26比24赢了比赛 但状态一般 每局都被对手追得很紧 好在他们有巨星埃格鲁 关键时刻总能一锤定音 帮助球队化险为宜 意大利队个人得分 埃格鲁19分 30扣18中 一栏 彼得里尼15分 28扣15中 小波赛蒂10分 15扣6中 四栏 卢比安7分 10扣5中 二栏 达内西5分 9扣4中 一栏 马里诺夫3分 2栏 郭多里格个人得分 阿伯克隆比19分 35扣17中 二栏 恩赖特9分 23扣9中 奥尔蒂斯6分 3栏38 数据对比 意大利在前扣球50比33 栏网11比7 发球0比6 自失25比18 此外 在稍早一些进行的比赛中 日本3比0捷克 德国3比0哈萨克斯坦 日本 德国军取得了两年胜 今晚20点 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 第二个对手哥伦比亚 希望姑娘们全力发挥再获胜利 同时 也期盼共享比能康复出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